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安息 真正的安息从哪里来 就是从我们与主的关系里面来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与神一起同在 一起同行 这本身就是一个安息 祝愿大家今天通过灵修 能够与神有一个安息 愿神祝福与大家一起同在 路加福音六章 一到十一节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麦穗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拿陈舍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 右手枯干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 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 看着他们众人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 怎样处置耶稣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那么我们 再从这一节 二节才开始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从麦蒂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麦碎 用手挫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呢 今天的故事呢 是从安息日开始的 那么耶稣呢 在一个安息日里边 带着蛮徒们找入 那么走的时候饿了 他们就从路旁的麦地里边 掐了麦碎吃了 那么吃的时候 法利赛人看见 就指责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 那么在这里 我们首先解决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那个 掐麦碎吃 很多人认为 这是在偷东西 那么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定 他不是偷东西 当旧约的律法呢 有很多关于怜悯的事情 就你走路 你饿了 周边没有村子 也就是前不招店 后不招村 没有吃的 那也没有带干粮 怎么办 那么他就可以 掐麦地里边的麦碎吃 这是允许的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能带回家去 不能带回家去 所以耶稣带门徒们 掐麦碎吃 他不是一个偷盗的行为 那么耶稣呢 带着门徒们吃了 然后这个时候 法利塞人就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情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对安息日的规定 是非常的严格的 十诫命里面 第四诫命就说 你要圣守安息日 然后摩西 也给以色列百姓 律法的时候 你们在安息日呢 不可做任何的事情 当时有些人 星期天出去砍柴 这个时候被抓住了 他们就用石头 把他怎么样 打死 非常严格的来 守这个安息日 那么到了耶稣时代 法利塞人们又把律法 又变成了613条 把这个十诫命 变成了613条的规条 然后去守 所以对安息日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规条 不能走多少路 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定了很多这样的规矩 在这个里面 但是耶稣呢 来了就违反了 在他们眼里违反了 不仅走路 走了很多路 又掐卖税吃 所以他们就来指责他 你为什么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 耶稣就举了一个大卫的例子 那么大卫呢 是这个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躲进神的店里面 吃了橙色饼 又给和他一起的人吃了 但是呢 大卫没有关系 为什么耶稣举大卫呢 因为在以色列人里面呢 三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亚伯拉罕 摩西和这个大卫 只要把他们举出来 他们就没有话可说 没有话可说 那么耶稣呢 讲了这个大卫以后 说什么呢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我们在这里看 其实我们也今天 有很多的纠结 周日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守 什么都有些人呢 很极端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许做 做完礼拜 也不可能 不能去商店里面 买东西吃 也不能去看电影 也不能去购物 也不能去做什么 就做完主日礼拜回家 要不然下午再做礼拜 又回家 晚上又做礼拜 或者一整天在教会里面 不能做这个 所谓的 属世的任何的事情 那么又有一些人呢 又很宽松 宽松 那么到底这个安息日 我们要怎么样去守 那么安息日呢 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 六天以后 第七天安息了 并且定为圣日 并且摩西在十戒命里面 也讲这个 你们要圣守安息日 那么安息日到底是 为什么神给我们 那么神造宇宙万物 六天以后 第七天安息了 就是说 我们 安息日呢 不是神为了 祂自己而制定的 而是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 抽出一间的时间 来专门与神 一起同在 全身心的 关注于神 仰望于神 与神同行 就像我们过年 回家 一年至少这几天 我要抽出时间来和爸爸妈妈 全家在一起一样 我要一周 抽出一天时间来专心 专注于神 这就是真正的安息 各位弟兄姐妹 真正的安息是什么 不是说我们休息 什么都不做 一整天睡觉 而是专注于神 也许你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你没有专注于神 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 那么你什么都做 但是你没有专注于神 那也不是安息 来到教会了 但是你没有专注于神 那也不是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是什么 专注于神 那么如何专注于神 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 无法专注于神 无法与神 有个真正的亲密的交通 不能在主里边 有这样的安息 但是耶稣来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除去我们所有的罪 恢复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这个安息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安息 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想有真正的安息吗 那么请你在耶稣里面 请你通过话语 与耶稣同行 通过话语 与神同行 让我们全身心的 全人的专注于神 这就是真正的安息 愿主的安息 与你一起同在 当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 有了第一次安息日的冲突以后 法利赛人 并没有散罢甘休 他们继续的用安息日的问题来 攻击耶稣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六节七节的经文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 右手枯干了 闻师和法利赛人 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 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又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安息日 耶稣呢 进了会堂 在那里面去 教训人 也就是讲道 做礼拜 那么讲道的时候 在那里面 有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 右手枯干的人 那么也许这个人呢 是自己来的 也许是这个法利赛人 故意带到圣殿里面来 要试探耶稣 那么这个时候 耶稣怎么做的呢 那么耶稣 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 枯干了一只手的人 说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站着 然后耶稣问 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就没有话可说了 这个时候 耶稣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那么在上面的经文里面 耶稣说 我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要给我们恢复安息 首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们 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那么这不只是一个 灵里面的一个恢复 我们太 有的时候过多的 把灵和肉给分开 其实生命是整全的 耶稣要拯救的是 我们整全的生命 那么耶稣在这里面 拯救了他 拯救我们 恢复我们 给我们真正的安息 那么在这个安息日里面 他看到一只手枯干的人 他在那里面 医治了他 当然这个对于 只注重表面 字面上守律法的法利塞人来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违背了律法 但是耶稣却这样做了 因为耶稣来的这个世界 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是为了救人 而不是为了定人的罪 你看法利塞人 他来到安息日 安息日来到会堂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专注于神 除去治理 不只是他们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 他们的思想 要全神的专注于神 但在这里面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文士和法利塞人 窥探耶稣 然后要得把柄去告他 他们的心思完全的是恶的 充满攻击 充满仇恨 充满这样的判断与论断的 他们没有真正的 恢复与神的关系 他们里面充满了这样的罪恶 所以他们其实表面的来到了教会 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安息 在他们里面 各位兄姐妹 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 我们要真正的来向主献上礼拜 那么一个向主献上礼拜的 安息日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主日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就是说我们遇见主 经历主 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就是得医治的祝福 我们受伤的心灵得医治 我们忧郁的 可以得医治 我们身体有疾病的 得医治 我们一周真的生活在罪里面的人 主日来到教会 遇见了神以后 悔改 生命翻转 过 决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有这样的变化和改变 各位兄姐妹 你每周日来到教会 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改变 愿你 在那每周日 在教会里面真正的遇见主 然后这样的安息的祝福 能够在你里面 然后十一节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相依 怎样处置耶稣 这些法利塞人 再一次看到耶稣 触犯了安息日 所以他们决定杀死耶稣 他们决定来处置耶稣 杀死耶稣 不是在别的日 就是在安息日 各位兄姐妹 你做了主日礼拜 你回家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无法饶恕的人吗 你还没有饶恕 星期天你来到教会了 你有没有和别人有这样的冲突 有矛盾 带着仇恨回去 带着愤怒回去呢 各位兄姐妹 愿主的十字架的宝血临到你 愿你在真正的安息里面 愿安息的医治和恢复 与你一起同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让我们在耶稣里面 恢复与你的关系 让我们全人的专注于你 让我们生命里面 有真正的安息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